花莲中山路上有一间宠物店 昨天晚间突然起火 火势延烧 蔓延到隔壁至少5栋建筑 消防员和业者合力救出了20多只的小狗 有几只狗狗救出时一动也不动 而在消防人员供养CPR之后恢复意识 但还是有一只小狗狗死亡 现场没有人员伤亡 粗骨财损大约是250万 业者表示怀疑是店外面的店员起火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 里面一定有狗啊 熊熊火光伴随爆炸声响 火势和浓烟越来越大 民众好紧张 烈焰不断窜出 就怕还有受困犬只 消防员到场赶忙撒水灌救 火势突然变大 消防员连忙站起来往后退 画面好惊险 宠物店起火 店家和消防人员陆续救出20多只小狗 替狗狗供养CPR求救 每条生命都要拯救 其他小狗吓得浑身发抖 宠物店同行都赶来帮忙 众人合力不停安抚 成功救回好几只 但有一只小狗还是不幸死亡 火警发生在22号晚间8点53分 花莲中山路这间宠物美容店突然起火 烟烧周遭至少5栋建筑 好在没有人员伤亡 出估财损250万元 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厘清 接着陈敬业欢迎报导